球友们都知道,打球要用身体发力,但怎么用身体发力,却很少有人讲清楚,要享有更好的击球效果,必须学会用身体发力。 我谈讨我的看法,以身体的中心线为轴,通过胯关节的转动来发力,这是发力的关键。 那么,胯关节是怎么发力的呢? 胯关节发力也是六个方向,与手臂一样是前后左右,上下只是幅度小一些,但很重要力量全部通过胯关节的转动释放。 一、通过身体的凝转,把力量需于胯部,同时上半身左肩与球网平行,进行充分的身体扭转,力量全部都来源于此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前面的视频,网球正手如何蓄力,只有蓄好力了才能更好的发力。 二、击球时跨关节要比来球更低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很多球友之前可能都没有听过,如果你把胯关节放在来球之下,重心不仅可以自然地下移,降低了重心,还可以借用蹬地的力量,从而进行自然地转动,就能实现用脚打球了。 三、检查一下发力是不是从脚下开始的。 你的脚蹬地后,可以充分带动跨步的转动,这是有一点需要注意,如果把腿向上伸直,就不能很好地传递力量。 如果将去好的力量朝向斜前方,也就是向前向上向左同时进行,这样就能更好的发力,你就能打出重球了。 记住不是正上方,而是斜前方。 四飞驰拍手的手肘向后带,从而带动上半身扭转,这就是通背劲,就像你摇合了圈一样。 左侧的力通通过后背向右推动,与右侧的力气向前,作用在球上。 这时,身体压上去,会与球接触的时间更长,不仅可以充分前送还,会有更好的包裹,从而打出具有穿透力的球。 今天讲的三大重点,一个是跨步低于来球,二是跨步向斜前方发力,另一个是通背劲。 大家可以多看几遍,慢慢体会。 欢迎点赞,关注西郊费德勒。 我们很有点赞,关注西郊费德勒。 我们很有点赞,关注西郊费德勒。